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到巷弄戰了 現在已經是陸軍了 已經不再是空軍 現在已經是陸軍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各位 戰爭發生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曾經我出生的年代已經 你知道我們周邊 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像以前 大家經歷過那麼多戰爭了 很多人可能從電影當中 看到戰爭發生的時候 來 你有沒有想過 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你要躲在哪裡 防空洞在哪裡 好 我們先來看 等一下靜民哥幫我們補充 以前的防空洞在哪裡 我記得以前好像去哪邊哪邊玩 會看到哪邊哪邊有什麼防空洞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澤倫斯基說什麼 只要你願意打 無論男女老幼 願意拿槍 願意拿汽油彈 我們就帶領大家抗戰到最後一刻 基輔全民皆兵 然後所有議員都拿到槍支配給 每個議員 原來是政壇的議員 一人一把槍 基輔市長扛著機關槍幹嘛 在首都指揮巷弄戰 你去那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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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這樣的狀況 烏克蘭你們的士兵 會不會他們之前只覺得 美國大兵會來 所以我們應該不用吧 我們只要聽美國大兵的指揮就好了 平常他叫我們買武器 我們也都有買 英國說要買給我們武器 我們也都有 我們也都有買武器 會不會來 烏克蘭 真的 這真實影片 這都是外電給的影片 各位 發放衝鋒槍 平民老百姓 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打仗 我要帶什麼東西 先躲 躲到哪裡 躲到地鐵站 就地下好幾層樓的地鐵站 現在這個狀況全民皆兵 真的是看了全民都很可憐 全民皆兵當然在戰爭當中 戰場上可以鼓動 整個國家的防衛意志 和展現國家政府 跟他們平民老百姓的 防衛的決心 當然是一種鼓舞士氣的作為 否則整個軍隊的士氣跟民心 都會一戲間瞬間就垮掉了 但是面對這樣一個強人普丁 他指揮然後下令俄羅斯的大軍 整個入侵烏克蘭 他這樣一個舉動其實普丁的決心 是不會因為這樣嚇到或動搖的 所以我會認為說 現在烏克蘭的局勢 進入台灣時間第三天 烏克蘭因為跟台灣的時差 只有六個小時 所以差不多也是他們第三天 即將邁入第四天 這一場戰是Day 3到Day 4的過程當中 數戰數決對俄羅斯軍隊 和俄羅斯強人總統普丁來說 是比較有利的 拖久了恐怕會有一些變化 而且我相信西方國家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可能也在苦思一些對策 可能到現在雖然 可能還想不出辦法來 可是以現在的狀況 到了Day 3的時候 前面的兩天一定是滯空跟滯海 烏克蘭的海軍沒有多少艘 這個軍艦 大概就13艘 跟俄羅斯的軍艦 有大概呈現200多艘的 這樣對比來說懸殊太大 等於說烏克蘭跟俄羅斯的 軍力相差了18倍 兵力 就是兵員的多寡 也是差很多 你看看烏克蘭是4113萬的人口 60萬3200平方公里的面積 我們台灣都有21萬5000大軍 烏克蘭大概也是 將近21萬的長輩部隊上下 而且他們還是徵兵制 我們台灣是募兵制 我們是募徵並行 只是我們現在改成這種 戰士 軍事訓練役 烏克蘭如果要動員後備體系的話 就必須在開打的戰爭的前三天 72小時內迅速動員 可是現在沒有動員到後備體系 已經來不及了 他的人已經大概跑得差不多了 而且你說你要後備體系 那等於就是18到60歲的男性 烏克蘭的後備部隊 大概加起來 也會有動員到8 90萬大軍 可是我說一句 烏克蘭前100名的富翁 96個人早就已經逃了 那表示什麼 還有三十幾個國會員也跑了 能逃的就逃 那四個大家知道 為什麼他們沒逃嗎 因為他們涉嫌貪污 護照被扣留 逃不出去 所以你說明了烏克蘭民心 已經換散了 從一開始不相信俄羅斯鄰國 從這個鄰國會打過來 就是還在歌舞升平 上個禮拜我還看到新聞畫面 外電報導說 烏克蘭的廣場上 還有很多人在跳舞 然後還有這個 反正在生活得很愉快 很愜意 不相信 所以那種沒有憂患意識 然後一旦真的開戰了 他們錯愕 不相信 然後來不及跑得很倉促 氣軟 家當都來不及收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的政府 難辭其咎 當然俄羅斯以入侵者之師這樣子 對於鄰國發動戰爭 我覺得是非常 真的是要附很大的這個 我覺得算是戰犯的一個罪行 但是今天烏克蘭政府 面臨強大的鄰國 你在旁邊發動了 這樣一個軍事攻擊 你卻突然的準備沒有 卻強調全民皆兵 把1萬8千隻的這個 武器 武裝的這些戰鬥步槍 說要發給烏克蘭老百姓 我們在軍事上 一般來說 軍隊兩個國家交戰 軍隊跟軍隊之間 彼此互相打起來 再怎麼樣都不會 波及平民百姓 一旦你老百姓拿了武器 拿了槍 那就不再是老百姓 那就是軍人 所以我認為烏克蘭的國防部 烏克蘭的政府 雖然美其民說全民皆兵 所有老弱婦孺 然後守土皆有責 把槍給你 你就要打仗 剛剛大家就在講烏克蘭軍人 跑去哪裡 不管這個樣 你零旦拿了這些槍支 你這些本來是老百姓 一下子你就是變成有武裝的老百姓 就是武裝民兵 對於國際間外交 還有軍事互相對抗的一個場域來說 這種情況 俄羅斯的軍隊如果看到你拿了槍 你還不放下 或是他警告你 甚至隨時在戰場格鬥當中 可以直接把你射殺 那不會有這種萬國公罪 如果一個軍隊 殺了一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這個軍隊不管是下從士兵 到他的指揮官 到他的總統 都犯下了萬國公罪的戰犯暴行 就是當時的紐倫堡大神 你看希特勒和希特勒的黨羽 希特勒已經自己先致敬了 然後他的黨羽這些 全部都被受到攻審 就像日本當時的戰國的戰犯 他的當時軍國主義的東條英機 這些都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覺得烏克蘭的政府 如果你把你的老百姓動員 說你們每一人一支槍出去 我覺得這個叫做沒有什麼幫助 就像我剛剛一開始講 這個士氣提升 但是你要看看 人家願不願意拿這個槍 而且人家有沒有受過這個訓練 這叫困獸之鬥 你叫老百姓拿手無寸的老百姓 給他一把槍 然後叫他去戰場上 對抗訓練有數的俄羅斯的軍人 然後裝備是整個齊全 而且是裝甲車 坦克車 甚至有鋼盔 防彈 背心 什麼樣的裝備 硬具組 而且是有戰術戰略 老百姓完全是烏合之眾 拿著槍沒多久 你甚至可能有些人 連扣板機都不會 拿著槍出去反而變成標靶 然後變成俄羅斯的軍隊 就直接這樣子格殺 然後完全不會有這個 可是美國眼睜睜看著烏克蘭人 這樣以卵即食 他們也不出手 所以烏克蘭的政府 雖然是想說我們一定要保衛 我們這幾天看到很多 這兩天看到很多 烏克蘭的軍人 老百姓 他們勇於保衛他們國土 包括昨天才講烏克蘭的大媽 去嗆俄羅斯的大兵 你為什麼要在我們的國土上 用彰化 甚至說你他擦得怎麼樣怎麼樣 說給我離開我的國土之類的 然後也看到了這些 蛇島上的英勇的官兵 回嗆俄羅斯也是用彰化罵他 然後最後死亡 全部陣亡之前趴下來 然後還是遭到俄羅斯海軍的 巡洋艦的炮彈攻擊 然後全部陣亡 遜國 所以看到烏克蘭的軍人 是很英勇的 沒錯 但是看完了烏克蘭這些軍人 還有烏克蘭政府的表現 我真的覺得 好像是兩個世界一樣 烏克蘭的政府 完全沒有指揮部隊 然後硬敵的這樣的一個能力 現在俄羅斯的軍隊 地面部隊 你看到已經進入巷戰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烏克蘭的部隊 不要說自海 烏克蘭只有南面面臨黑海 南面因為有克里米亞的關係 再加上俄羅斯的軍艦 有詳細的那個戰況 我們等一下地圖 等一下進行他來幫我們講 所以烏克蘭現在幾乎已經變成 沒有空優的這個局勢 所以你才會看到第一天第二天 一直被飛彈跟火箭炮攻擊 現在到了第三天 還會有零星的飛彈跟火箭炮攻擊 但是幾乎都是掩護 地面部隊的前進 現在地面部隊要前進的是 我覺得認為最大的目標是基輔 要找的是誰 就是哲倫斯基 哲倫斯基 就像哲倫斯基 他自己也講 他說他是第一號目標 頭號目標 第二號是他的家人 其實不只是他跟他 他的家人應該還好 主要是他跟他的這些國防部長 還有包括他的哲倫斯基的 這些內閣的總理副總理 應該是要找他們出來 那會有所謂的斬首行動嗎 應該是有 因為他們的烏克蘭 已經面臨到俄羅斯的空降部隊 已經要前面去 空降部隊勢必有 他有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就會進入 烏克蘭的首都基輔 去找這些重要的目標 因為要把這些軍事政經 指揮中樞給抓出來 就算不一定是斬首 把他們全部都隔殺 起碼全部抓出來 然後成立俄羅斯的 親俄羅斯的烏克蘭的 另外一個傀儡政權 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對於俄羅斯整個全軍 去掌控烏克蘭的狀況 會比較不會那麼吃力 因為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的部隊 20萬大軍 是不足以吃下整個烏克蘭的 所以現在他們要急著進入基輔 就是要儘速的結束這個戰局 就是當俄羅斯的軍隊 進入基輔之後 當街頭巷尾開始槍聲大響 然後開始變成這個 基輔的巷戰的時候 就是烏克蘭這些 不過我相信烏克蘭的 重要的一些軍政要員 除了哲倫斯基 跟少數他的核心幕僚官員 大概跑得也差不多了 把這些人可能不管是斬首 或者是抓起來 才是俄羅斯要結束這一場戰事 然後逼烏克蘭就範 甚至要他們全部無條件投降 最重要的原因 否則烏克蘭的部隊 會收不到上面的指令 會一直不斷的去對抗俄羅斯 然後最後形成的這種化整為零 烏克蘭的大軍就會變成 一支一支各地的遊擊隊 這也會讓俄羅斯的軍隊疲於奔命 有點像是那種 敘利亞的時候的內戰 請問到底俄軍現在打到哪裡了 現在狀況到底如何 俄羅斯對烏克蘭 他發動的是閃電戰 為什麼可以這麼閃電 因為烏克蘭雖然全民皆兵 但是兵敗如山倒 你知道嗎 現在直接總統 如果說我們剛剛說是二星社 如果說二星社說的是真的的話 他們的總統已經跑到邊境了 你說他們的大軍 剛才說到打仗需要什麼 需要士氣 你看一下烏克蘭現在士氣如何 我們先來看這段新聞影片 等一下我們繼續分析 俄軍軍車列隊挺進烏克蘭 當地民眾不肯屈服 一名男子不斷揮舞雙手 還肉身擋車現象還身 俄羅斯侵襲烏克蘭 陸海空三面包夾 大批散兵從天而降 從西側封鎖基輔 使用了200架直升機 殲滅200多名烏軍特種部隊 還控制了基輔附近的 霍斯托梅爾機場 胡丁說好不打平民 但基輔郊區多棟民宅被炸成廢墟 這家人的客廳被炸了一個大洞 有男童當場罹難 那家人帶著老人 還有牆寶中的嬰兒 墮進防空洞 女童鼻涕眼淚直流 害怕的嘴巴不斷發抖 一席間家園變色 懵懂孩童被迫理解 什麼是戰爭 男性們不肯坐以待避 烏克蘭軍隊當街發放武器 給願意參戰的市民 據了解在基輔已經分發了 一萬八千把衝鋒箱 和大量的彈藥 政府也呼籲市民 自製汽油彈對抗俄軍 但要對抗真的沒這麼容易 因為車臣共和國在街頭會師 軍人大集結 還看得到戰車列隊 車臣宣布將出兵一萬人 力挺普丁進攻烏克蘭 戰火無情 如今也傳出在黑海 由兩艘外籍貨輪捲入戰事 遭俄軍軍艦擊中 貨輪甲板失火冒出濃濃黑煙 目前烏克蘭全境所有海港 都因俄軍入侵全面關閉 車諾比核電廠也遭俄軍拿下 烏克蘭92人遭挾持 如今核電廠掌控權 全落在俄軍手上 當局也測到輻射數值增加 猜測是俄軍重裝設備移動 導致輻射塵埃在空中四散 將繼續監測 是否有擴散危險 記者綜合報導 現在俄羅斯你知道嗎 普丁這場戰役 他已經布局了很久了 他直接拿下了車諾比 拿下了這個核電廠 現在普丁拜登更怕了 因為核電廠這攸關的安全 歐洲也很怕 如果今天核電廠出事 他們歐洲也會遭殃 再來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那請問一下 美國沒有作為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大家說有聯合國 好 聯合國也緊急 開了一場會議了 等一下 辛華哥你來看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們來看一下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 11個國家贊成 一個國家反對 三個國家棄權 棄權的包含 中國 印度 阿聯酋 一國反對 哪一國 俄羅斯 好 從這邊來看 請問聯合國 北約他們可以有作為 沒作為 布軍不是遠在天邊 他已經是布軍近在眼前 要救隨時可以救 要抗衡隨時可以抗衡 但是我覺得今天普丁 是不是也抓著一點 我就讀你不敢 我就讀你拜登不會來救烏克蘭 對 其實完全就普丁 看破了美國的手腳 所以國際政治 其實就是一個叢林的法則 比的是利益 比的是拳頭 所以這個戰士一打 誰還顧得了你的其他國家利益 俄國進入烏克蘭的局勢 會這麼樣的快 這也牽涉到現在戰爭 一個新的態勢的轉變 現在的戰爭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從這個邊境打過來 非常遠這樣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的戰爭 第一時間就針對你斬首 針對你這個政經的中樞 重要的戰爭據點 直接達到你最核心的地方 所以讓整個戰爭的時序倒轉 所以為什麼像這次在打仗裡面 俄國在第一天就用他的很多的飛彈 用旋翼飛彈 長長飛彈 把烏克蘭重要的軍事設施 把它打掉 所以為什麼在烏克蘭 這次好像感覺 好像沒有什麼樣的 非常多的反抗的舉動 這就是因為現代戰爭 持續的倒轉 在第一時間 俄國就把烏克蘭 很多很重要的軍事設施 指揮管制設施 都把它打掉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們想知道就是說 其實目前戰爭 大家想說 為什麼俄國打這麼快 當然要打很快 為什麼俄國如果慢慢打的話 他就等著西方國家來干預 他不是傻子嗎 所以現在無論任何的戰爭 不管是烏克蘭 或是將來台海的局勢 大家都不要期待說 我們可以拖到什麼 其他國家來支援 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只要發動戰爭的那一方 他當然是要趕快用兵 造成一個既定的事實 不讓外國有太多的時間來干預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烏克蘭 他受到讓俄國 這麼快的一個時事的攻擊 不過回頭過來想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在這一次 面對烏克蘭局勢 我覺得真的也是荒香走板 我想要提醒的是 其實戰爭來臨的時候 不只國際上遵從 所謂的叢林法則 比的是誰的拳頭大 比的是誰的利益多 我想要再從另外一個觀點 來做我的分析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從這個二戰之後 大國跟大國之間 基本上來說 都很少有直接這種 對抗的這樣一個局面 為什麼大國跟大國之間 會陷入比較緊張的局面 通常都是為了兩國之間 所謂的緩衝地帶 中立地帶這樣一個問題 當這個大國跟大國中間的 緩衝地帶遭受了這個 可能變動的危險的時候 大國跟大國就開始準備 要有這個緊張的對立 大家會想一下 從這個韓戰是這樣子 對不對 從當年古巴飛彈危機 也是這樣 到現在的所謂烏克蘭 也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大國中間的緩衝地帶 受到了一個改變的威脅 大國覺得這個侵犯到了紅線 所以剛剛大清哥講說 他覺得這個戰爭是可以停止的 我當然是這樣覺得 我覺得這場戰爭 其實就可以不要發生 現在也可以停止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共同的點 就是說這些大國之間 都希望說 烏克蘭還是有一個地方 可以維持他們這個中間 緩衝的地帶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次的過程裡面 除了美國的山峰點火 不斷的增加態勢 然後要為了要謀取他 不管是能源的利益也好 或是這個國際戰略的 這樣一個利益也好 我覺得這些大國 真的好好想想 特別是美國 我覺得這個戰爭打在烏克蘭 剛剛在畫面上看到 很多烏克蘭的平民 受到戰爭的威脅 小女孩的哭泣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痛心 也非常的感同身受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再次的告訴我們 這些大國 到了真正戰鬥的時候 不管是在聯合國也好 在國際的這些組織也好 或是在真正的戰鬥的 這個戰場上也好 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太天真 我們台灣真的不要跟烏克蘭一樣 我們真的錯失了自己 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政經的地位 我們如果只是單邊的 一昧的說要倒向某一個國家 甚至像烏克蘭一樣 還要把這個用修憲的方式 去加入北約 然後惹怒的俄國 我覺得這個就太不治了 我覺得烏克蘭的例子 就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缺乏一個比較長遠的戰略觀念 把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人民帶上戰場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前車之劍 這次推特的使用 中文字幕對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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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選擇 我們在大陸上 我們可以去進行 有一個更多的 概念 比列 我們可以去進行